大家好 这个车好吵 我现在在泰安 非常的凄惨 要去一个社会时间 所以我现在就要去 先跟我的两个队友会合 一会再说 拜拜 今天又是非常凄惨的一天 我从家里来到了泰安这边的一个镇上 参加社会时间活动 你们有见过颜二老师姐 老学姐去参加社会时间活动了吗 真的惨到要死 在这一个光线极其不充足的地方 然后已经不会讲话了 就当时我们是在那个泰安站下了高铁 先打车去了那个泰安的那个汽车 泰安总汽车站 然后从那个总汽车站坐了 大概有两个小时的大巴 然后下到了这个镇上 下到镇上以后我整个人都傻了 母游公交车 打不到车 只有一个大爷想要拉我们 还被我给亲力决了 当时年轻不懂事 没想到也找不到公交车 也打不到车 就季节了大爷 然后我们就走了大概有一公里多 等了好久 然后等来了一辆公交车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镇政府 然后住着镇政府人一阵狂哭 能不能给我们找个住的地方 我们还要去村里 然后那个村政府就很好心的 特别特别nice的把我们送到了宾馆里 然后明天说再把我们送到村里去 被我盯上了也是很惨 专业碰村三百年 那就是这样我们也同队的拥有三个人 然后明天我们就要去村里进行一系列的调查问卷活动 我感觉都不太会有人愿意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好那就继续去看看吧 sar Pacific Rbell 女士总监 对游热 对游烊 对游热 太好了 大家好,又是一个凄惨的我,在人家都已经午睡了的时候游荡在人家村里 到处都是鸡鸣狗叫的声音,多亏这个村里没什么狗 所以我们出发前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村里每年下乡都会有被狗咬的同学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来他们村里做那个调查问卷的 然后就问他们村里的居民居住的情况 然后还有那个家庭收入情况,家里地的情况 然后发销的情况,这些情况 但是就问那些问题嘛,就过于的细 所以人家就不禁,就都不太愿意回答我们 一开始那个书籍和一个村里的书籍和那个外面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县镇上的那个书籍都跟着我们 然后就这样就造成了他们那个村民就更不太愿意接受我们的调查 这不叫调查,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 那这一度很尴尬,让人很绝望 就要来参加社会时间做调查问卷的小伙伴们 你们那你们可要真的好好考虑一下 大家现在都睡了,连个人都没有了 哇,真是,都不知道我自己在那干嘛 大家有没有进过村,村的情况,其实 农古,农古朴倒是古朴 看就像这种小房子,拍照片应该还是 拍出来应该还是很好看的 就感觉大家其实生活也并不是那么的富足的样子 然后现在那些老太太什么的都手里会做那种 编那种草辫子,然后编起草辫子来,就是用那个小麦的结杆,编着草辫子 然后送到那个,然后集合起来,送到一个工厂里去加工帽子 然后是这样的 我现在就一度的很绝望 嗯,希望能顺利赚问卷,让我顺利的回家 我们其实这样今年是算好 因为今年我们那个校长,副校长,然后说5号要来慰问我们 看着漂亮的发,漂亮的发 但是在村里走走还是挺好的 空气清新,但最近一直都在下雨 都在下雨 这几天应该一直都有雨 就希望不要下太厉害 嗯,那就是这样啦 下午还要继续做调查的卷 嗯 啊,我溜溜的,哇,前面好像有一家 田园市的农林家庭 田园市家庭白色栅栏 快走,带你们过去看一看 可能就现在村里头都是这种地,也是这种不太好的地 就是哑的比较厉害,修的也比较忙那个啥 但是你们看到吗,前面那个白色的栅栏 哇,好奇 还有第一 其实我挺害怕被攻击追的 我也挺害怕被狗追的 我真的不明白 不知道我现在,万一要是碰到一个狗追我 哦,原来是电线杆子,我想多了 我还以为是谁家这么有情料 然后用这个白色的栅栏 拦住一个圆的啥呢 那有传说中的墨 墨 哎,好 那我先回去 哎呀,大家都睡了 啊 绝望 真的我第一天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绝望 因为根本就寸步难行 基本上在这些地方如果你就是不熟的话 因为它没有,就是公交车特别的少 然后也没有出租车 我真的就寸步难行 哎,但我还挺喜欢这些路的 尤其喜欢这种墙 这种石头类的墙 这才好看的 嘻嘻 不然之后下午站喽 希望我能顺利活活这几天 哈喽哈喽 各位,我又到高铁站了 叮 台湾站 然后现在在等车准备回家 买了两点钟和那个车 然后准备回家啦 耶 终于可以回家去 叹着过暑假了呢 嗯,下乡真的是好累啊 嗯,就 每次经历那种在村里出不来进不去的这种感觉 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也反映出来了塞尔农村的这个建设 其实它是变好了的 最起码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叫杜家庄村 最起码那个村已经那个路面硬化的差不多了 虽然那个村子里面还是那种土 然后一下雨的时候会积水会突然不好走 但是它们那个主干道 在这边的路面也比较远 然后公交车的那个班次也比较小 基本上那个担当时那个大叔跟我说20分钟一辆车算很多的 嗯,怎么回事 然后公交车的那个班次也比较小 就有点,嗯,还是交通还是不方便 而且就是他们那个县城,因为这是一个小县 跟那种大县城还不一样 这种小县它是没有主乎车的 然后只有那种自己出来拉活的人 我觉得那种车就现在不太敢往上上了 但出事有人这么多就不敢往上上 然后就交通其实农村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 再就是体验,体会到了那个基层工作者的不容易 那个基层工作者不仅要就是管好上面管好下面 再去调节民事的时候 特别是尤其是调节民事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因为特别是农村 他让他理解理解一些比较先进的 先进的制度和思想的时候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他们这个基础教育确实是有在改善 但确实是还是不好 所以他们就理解起来会比较麻烦 就跟他们交流沟通起来都会比较麻烦 而且重口难调 尤其是农村它特别重口难调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讲话 然后就是想把他们这些事情都给调和在一起 然后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其实特别不容易 但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 就是他们也带过去参观一些比较那个 比较先进的一个村 他们那个村已经靠种樱桃发家了 所有的就是所有的人家都已经盖起了这种翻新了的二层小楼 比我们这里城里还好 就别说嘛 他们这个就特别的好 就属于那个就完全属于村之书办事的人 那那个村之书我听说啊 就是先是有要种植的想法 然后先四处去考考察 种什么果树 什么什么果子 比较出就是利润高 然后那个利润高 然后市场好 然后适合他们这里种 然后就真的都研究的特别特别的透彻以后 然后就是把全村的地收过来 然后就集体就是把整个村子弄成一种集体的村产业 然后整个村子就是都发展的特别特别好 这村委会什么党建委员会 然后都已经都已经翻新了 就已经特别特别的好 就完全看了就是山村 他们已经准备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河边集体建 建那个集体就是这样 建设区建宿舍 让所有人迁到河边去住 你看人家这村之书 这是党员的希望啊 要是全国党员都像这样 我的天 中国早就奔社会主义去了 真的就其实看了以后 看了这种村之书 真的是很感动 真的是很感动 不是这种很细的那种很感动 就是说哎呀我看到你做这个真感动 就跟那种从电视上看到 有一个人救了一个人 就跟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眼见为食的这种势力 就是这种村之书的奉献精神 虽然我现在又想在被政治提 但是它其实真的是很让人感动 就是说明这个农村的发展 它其实是很需要一个带头人的 不管是是村之书啊 还是村里有一个产业也好 就是有一个特别是有一个大企业 然后企业来这招工啊 或者又有村里的劳动力 就是这样把他们的劳动力利用起来 就特别需要一个带头人 就现在农村时带头人特别特别的少 你能把这种事情给你做起来 然后再就是农村的教育嘛 教育也是大问题 就是我们去那个村吧 村里只有一个幼儿园 就是上小学啊 就要去别的村上 上初中高 初中的话就要去镇上上 然后那个高中就要去市里上 就他们这个路程啊 就是路途的遥远 已经造成了他们求学的一种阻力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农村 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 那总之我们就还是要珍惜自己的生活 所以真的是天气 依旧是还挺苦的 但是他们就是夏天的时候也 也大家就 我们在那个啥都 就一个个吹入空调 大家挺开的 可是人家就在那夏天就在那热热 特别特别也热热的 然后手里还干凉过 我觉得真的还是挺苦的 日本时间没有调回来 嗯 现在应该是 我这个比较需要一点吗 十二点半 嗯 那我就还是要再等一个小时 就回家了 刚买的茶 从那里买的 我们连特产都没有没有时间去买 我就在那个 在他们这个高铁站这里买了一个茶 然后带回家去分一分 那就是这样啦 大家暑假愉快 这种有关系でしょう 只是这个地方 当中不忍器你 �aded 由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